接著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新制圖 那麼您看到我們今天這個 在這邊 剛剛我們有請大家下載 我的這個範例 那麼新制圖的部分你要用什麼軟體做其實都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其實 重要的是什麼 它的思考方式 你今天用什麼軟體只是做一個輔助而已 那麼剛剛呢 各位有 我們有看到這邊有沒有 然後這裡有一個 我用新制圖去整理 我上課的這個 進度 就在這個 像這樣子 那 其實呢 我們的Focus Guide 他就是以新制圖為概念 我們 好像有一張很大的 讓你去怎麼樣 去 思考 那你只要給他一個所謂的 中心思想就好 中間這一塊 給他題目 剩下的他就看你怎麼做 所以新制圖最主要的 這種軟體或者雲端服務都有 他最重要的就是要靈活 所謂的靈活就是你要讓他可以很方便的做調整 各位老師有沒有用過 Office 裡面有一種工具 叫做什麼 叫做那個 Office 裡面 那個叫做 組織圖 請問好用嗎 超級難用 對不對 不是很靈活啦 必須講他真的不是很靈活 真的不好用 可是有時候我們看到 組織圖 好像還不錯 然後就給他拿來用了 可是真的不OK 那麼 您把我們這個 剛給您看的這幾個檔案 你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這幾個檔案 是我已經用 一段時間的 一段時間 我先 冒昧的問一下 各位老師 你 現在檔案都數位化了 對不對 請問你一個檔案 你會用多久 比如說你有辦什麼活動也好啊 或 或企劃什麼課程啊 對不對 您 一個檔案會用多久 通常不會用太久啊 尤其是活動式的 還是公文式的 能丟就丟嘛 對不對 也許你就留著 可是從來不會再拿出來用了 沒錯吧 會有留存紀錄 沒有錯 可是 我這個檔案 其實都用好幾年了 這樣有很過分嗎 沒有 因為你 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很多時候 你思考的歷程 是可以重新再拿出來用的 比如說老師 你今天要辦一個活動 你是不是會想的 也許你想了十個方 有十種方法 或者是有100種方法 可是 真正在 執行的時候 也許這次執行 搞不好你只用了四五種 那剩下怎麼辦 下次再拿出來變化使用啊 你了解我意思了嗎 所以呢 我在這邊呢 給您看一下這幾個檔案 我把 剛剛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放在這裡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好現在這個打開了 那 大部分很多時候 我可能 現在 研習 大部分給同學的 通常都是像這種新制度的講義 我比較少會 給那種 簡報式的講義 所以有些時候我會像這樣做一個封面 好做一個封面 那 我想要看裡面內容的時候呢 你有幾種方法 一個呢 我就直接點進去裡面 有沒有 它也可以做超連結 您看一下下面這個地方 下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覺得看起來蠻熟悉的 這個是不是像Excel裡面的叫夜遷 也就是說你今天新制度不是只能只有一個 你可以有很多個 裡面也可以跟我們剛剛那個Focus在裡面一樣做超連結 我可以做 連過來連過去 好那這是一種方式 那第二種方式呢 你也可以 你看我這裡面 有沒有很多的連結 對不對 這裡有超連結的 你看我再打開 有沒有 裡面還有很多 對不對 好那 這個呢 你也可以做一些註解 也可以做一些註解 像我在這邊 有沒有這邊就有一些註解的內容 所以你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時候啊 其實你可以 做的事情 真的還蠻多的 真的蠻多的 那 這個是 先讓大家先有個概念說 其實新制度我們可以像這樣用 你可以有很多一層一層的 連結下去 你有想到什麼 我就把它怎麼樣 就是 加進來 那麼 除了這個 我另外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 這個最近也有機會再講到 不過呢 這個檔案 就大很多 你看一下我把它縮小一點 各位 各位 要講這個主題 我想你應該不會想說我一個晚上就完成了 新制度也不要你說這件事情 說一個晚上就完成了 因為 你在思考的過程裡面我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你要把你 該想的 想的 盡量周全一點是比較OK 對 因為我在做什麼 叫事前準備啊 在事前準備 所以 我會盡量把這個主題 我有想到的 我平常在收集的資料 我就把它整理在一起 你看 可不可以插入圖片 新制度裡面也可以插入圖片 剛我們也可以插入超連結 那可不可以插入復健 當然也可以 插入註解也可以 所以它裡面其實要很多 還有很多的這個 內容 我會像這樣把它整理起來 整理起來 那這個檔案我用多久呢 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給你看一下 S-Mite我喜歡它有一個很大好處就是 它有所謂的修正 那個叫歷史版本 你可以從工具 面板這邊 在上面這裡有個面板 有沒有一個叫做 修訂歷史 那你就知道我這個檔案用多久 我有時候不太好意思 我勤儉持家 2014年就用了 但是其他的還有2012年的 好那你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你看一下按一下預覽 有沒有第一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 第三四五六七八 這樣你知道我中間有做一些 歷程的變化了嗎 哈哈 這樣你了解那個意思 就是說其實你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那 因為 我同一個東西 今天我如果是 相同的主題也好 不同主題也好 我 曾經想過的都是你自己的資產 難道不能拿出來用嗎 可以啊 對不對 不是說有用過的就不能拿出來用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把很多元素重新排列除了之後又變成一個新的 那這些都是你曾經很認真想過的 認真想過所以 我就像這樣去 找 去 找一下 而且 你會發現有一件事情很不錯 這是什麼 因為是你自己教你自己 所以好像 在學的時候覺得比較 聽得下去 因為那就是你 原來的你嘛 對不對 因為你曾經想過的 所以 就比較OK 那 你現在看到這個是列印版 你看我下面這裡 我這個是列印版 可是平常在 弄出來 因為 我要列印出來的時候 變成在一張紙上面會比較方便 可是如果平常在用的時候可能就是這個主架構 你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縮小一點 有沒有 你就知道這樣怎麼可能會好睡覺嗎 你要思考啦 最主要是說你要思考 因為有時候是你是走路的時候想到的啊 有時候有些人是吃飯的時候想到的啊 對不對 所以有些人在車上的時候想到的啊 那你就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把它彙整起來 彙整起來之後 這個就是你以後會有機會 好用的東西 真的真的 Focus在你可以不會 但是 各位不要忘記了 卡通你們都看過對不對 卡通你有沒有看過那個 神奇寶貝 皮卡丘的絕招是什麼 他叫電光一閃不是嗎 不是喔 還有電光一閃 但是各位 你比他還厲害你知道嗎 你有一種東西叫靈光一閃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靈光一閃 如果沒有記錄下來很快就不見了 對吧 所以其實我們 用新制圖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你把你這些 有想到有收集到知道整理在一起 以後就比較好用 以後就比較好 所以你看我另外一個這個新制圖的應用 這個我記得好像就比較久一點 啊這個2016應該還有一個 我把這裡 應該是這個吧 我忘記了有一個比較早 好這個往前 哇這個2013年了有沒有 用到現在 那所以其實 以我來講 因為我常會做一些研習 那研習的話 隨著即使同一個主題 可是我今年講跟明年講 可能軟體有更新 可能什麼有新的應用有新的想法 可是舊的東西是不是基本架構還在 我就可以繼續把它延伸下去 所以這個是 先讓大家看一下說其實新制圖 真正在用的時候可以像這樣去使用